《民述记》第24章 巴兰见耶和华喜欢四伏与以色列 就不向前两次去求法术 却面向旷野 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 照着支派居住 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 他便提起师哥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眼目必住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 得见全能者的意向 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 雅各啊 你的帐篷何等华美 以色列啊 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如接连的山谷 如河旁的园子 如耶和华所在的沉香树 如水边的香薄木 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 种子要洒在多水之处 他的王必超过雅甲 他的国必要振兴 神领他出埃及 他似乎有野牛之力 他要吞吃敌国 折断他们的骨头 用剑射透他们 他蹲如公尸 卧如母尸 谁敢惹他 凡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巴勒向巴兰升起 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 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 不了 你这三次 敬为他们祝福 如今 你快回本地去吧 我想使你得大尊荣 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 巴兰对巴勒说 我岂不是对你 所猜浅到我那里的使者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 凭自己的心意 行好行歹 耶和华说什么 我就要说什么 现在我要回本族去 你来我告诉你这名 日后要怎样待你的名 他就提起师哥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眼目闭住的人说 得听神的言语 明白至高者的意志 看见全能者的意象 眼目睁开 而扑倒的人说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有心要出于雅各 有仗要心于以色列 必打破磨压的视角 毁坏扰乱自治 他必得以动为基业 又得仇提之地 希尔为产业 以色列必行事勇敢 有一位出于雅各的 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 巴兰观看亚玛利 就提起师哥说 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 但他终必沉沦 巴兰看见基尼人 就提起师哥说 你的住处本是坚固 你的窝巢 坐在盐屑中 然而基尼必知衰围 直到亚树把你掳去 巴兰又提起师哥说 爱在神行这事 谁能得火 必有人乘船 从基提界而来 苦害亚树 苦害西伯 他也必至沉沦 于是巴兰起来 回他本地去 巴勒也回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